欸阿倫 欸 欸我覺得 你真的不用用三軸穩定器了 怎樣 你沒有看我們上一支影片喔 有啊 欸真的很猛欸 手持小五十五秒欸 我都可以四秒欸 開玩笑啊 你用這個就好了 用什麼三軸穩定器 拜託7.5級怎麼跟三軸穩定器尬 尬不贏的 你確定 對啊 你不相信要不要來PK看看 好啊 好來 好啊 欸那拍完了你覺得 誰會贏 其實我真的不曉得 因為我自己也有Olympus的相機 所以我知道Olympus的防守陣真的是非常強 我是買了Sony的相機 所以才去買這個 電子三軸穩定器 嗯 對 所以你說 這台新的Olympus EM1 X 到底 能有多強的能力 我覺得 是可以期待看看 OK 反正我們影片剪出來就知道 對啊 OK 首先我們來看看使用三軸穩定器步行的穩定性 畫面非常平順 接著是EM1S在穩定器狀況下 畫面也是平順的 但還是看得出與三軸穩定器的差異 三軸穩定器幾乎整段都很平順 EM1S是平順一小段就會有小微症 但表現足夠使用也省下了三軸穩定器的重量 只是要實現這樣的畫面 拍攝則是非常辛苦的 EM1S在劇烈畫動下 畫面的跳動又更明顯了一些 穩定性也足夠使用了 拍攝上少了穩定器的重量相對輕鬆很多 三軸穩定器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 但對一般用戶來說 有了EM1S就不一定需要三軸穩定器 畢竟這個差異已經相對縮小了 例如這個模擬滑軌的運鏡 不需要去走動單純是定點的運鏡 EM1S運鏡效果就幾乎與穩定器一樣 如果EM1S沒有內建把手就好了 這樣我們才能更輕鬆的手持自拍影片 現在也只能等EM5MX3發表了 除了電池續航例外 錄影真的不需要把手 沒有把手的EM1S反而會成為殺手機的產品 利用它的機身防震搭配四倍慢動作影片 用這個設定來拍Vogue的轉場畫面 真的完全不需要穩定器 各種簡單的運鏡都不再是問題 如果你用過沒有機身防震或不夠強的相機 在使用到Olympus的機身防震後 你才會知道這就是一種救贖 這次EM1S也加入了LOG選項 讓影片保留更多的細節 最高錄影格式C4K 24fps 會有237M的碼率 FHD最高也有202M的表現 每秒幀數的可以自行調整 除了C4K只能是24fps以外 4K30P有一般各式可以選擇 比較可惜的是外界HDMI輸出 只有4228B的表現 這樣的規格還是無法以GH5抗衡 但已經是Olympus目前最強的錄影相機了 錄影中自動對焦的表現 較EM1M2有了明顯的進步 不論是進到遠或遠到近 何腳都不拖泥帶水 而且還是望遠端的對焦表現 這次錄影對焦的速度進步相當明顯 直接跟Z6來個比較 雖然實體較長EM1S占了點便宜 還是不難發現兩者的速度都很快 M43相機最力能夠冰的蠟風向對焦 在EM1S上面好像也不再出現了 我們換個畫面來測試看看 先對焦在無線遠再拉繞近景 合焦的感覺還蠻舒服的 廣角端的合焦速度自然就更沒問題了 M43總算有不錯的錄影對焦可用了 內建ND濾鏡功能 只能在拍照中使用 開啟ND濾鏡後 螢幕就能模擬慢快門拍出的畫面讓你參考 不同的快門速度會有不同的變化 這降低了拍攝慢快門的門檻 也確實讓入門者更容易上手了 比較可惜的是開啟ND濾鏡功能 最快快門速度只能到0.5秒 快門速度要能做到沒有限制 未來才有可能取代真正的顯光鏡 畢竟ND鏡不是只有慢快門的用途 有時候在搶光下要使用大光圈拍攝 即使裝了ND濾鏡還是需要千分之一秒的曝光 才能得到正常的曝光值 Ai自動電視動態物體的功能 我們也來測試看看 我先說明一下這功能的用途 只要從Menu選定了要拍攝動態物體 目前是選定了賽車 相機就會在畫面中尋找汽車 找到就會出現白色框框住物體 但你會發現距離太遠或目標不夠大 都會影響這功能的準確度 現在鏡頭的焦段在12mm 原本是要看它能一次辨別出幾台汽車的 實際上車子到了畫面中央後白框才開始出現 不過我還是跟大家說明一下 為了讓大家看到白框我裝了一台外露螢幕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沒辦法用追焦來完成這個畫面 還有白框出現不代表相機有對焦 當你搬那塊門時出現白框才會開始對焦 這功能的好處是我們不用再自己選擇對焦點 主要對入門則比較有幫助 守守門自然會有更好的應對方式 例如自定應對焦範圍或直接裝點對焦都可以 我們換個方式玩玩看 模型飛機也可以吧 一開始手的部分擋到機體太多 我開始嘗試調整不同角度 有了出現了 使用這功能背景乾淨可能會比較好 像這樣側飛出現完整形狀背景也簡單一些 白框出現的時機跟對焦就順利很多 這功能要拍特寫畫面的成功率才會高 高解像拍攝功能這次有手持跟腳架兩個選項 選擇手持會啟動防震功能 選擇腳架只會關閉防震 讓你能按自己的拍攝習慣去選擇 我直接讓你們比較一般拍攝跟高解像拍攝畫質的差異性 我們要拍攝的成功可以 來看看 我們要拍攝的成功能 我們要拍攝成功能 接下來我們會拍攝成功能 再給你一片 擺動 我們要拍攝成功能 最後我們來看看人臉加眼控對焦的表現如何 一樣要在一定距離內才能辨識到 只要進入辨識範圍就幾乎是完全鎖定 最後再幫你們補充說明一下 有關於ND減光鏡的部分 因為它是用AI所運算出來的效果 所以它的最快的快門速只支援到0.5秒 變成只能在長時間曝光去做使用 而沒辦法在高速快門下做使用 這是我覺得它很可惜的地方 而且也沒辦法使用在錄影上 真的就差那麼一點點 再來是在高解像拍攝的部分 我實際上試用過在手持的部分 它可以接收到以我來講大概是15分之1秒 或是10分之1秒的快門速度 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合成出來的照片也都蠻清晰的 在三腳架的部分我覺得比較可惜是 它在使用高解像拍攝三腳架的時候 因為它跟自拍模式是在同一個選單之下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在三腳架的模式之下 去啟動自拍10秒或是制定時間 這個會有一個差別就是 你在合成的時候 因為防手震已經關閉了 所以按下快門會有些微的震動 自然會去影響到照片的晃動 變成你可能要再去搭配用快門線來做使用 才能夠減少這個晃動 另外一時我總共用了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想跟你們分享一下我這個禮拜的使用心得 機震防震功能真的非常強大 我們都不用多說 在上一支影片你們大家也都看到 還有這一次我們去試用了 錄影防震的功能真的表現也相當不錯 再來就是它的自動對焦速度 真的有了蠻大幅的進步 不敢說現在是目前業界最快 但至少它已經跟上了Sony、Likon、Caner、富士這些為單相機的水準 不再會像之前讓人家詬病 對焦的時候容易拉風箱 出現迷焦的狀況 這部分也有很大的改善 機身的防塵防滴那當然就不用講 耐用度各方面都有很高的水準 當我在看到11S剛發表的時候 看到這台相機它是連著八手 看起來非常的巨大 那時候心裡就在想說 Olympus是不是打自己一個巴掌 就是當初在設計43系統 還有接著M43系統 他們的宗旨不就是要讓使用者 用一個比較輕便的方式去得到高畫質 所以一定是輕便在畫質的前面 但這一次出現這樣的激情出來 就覺得好像有點尷尬 是不是他們的策略做了一些調整 不過還是要去肯定說 他在這個機型上面做了很多新的嘗試 比如說AI的自動動態辨識功能 還有高解像拍攝可以用手持來完成 這都是目前其他品牌沒有看到的功能 所以機身巨大也變得比較笨重 不過好駕在它的鏡頭 至少是M43鏡頭 並不會這麼笨重 至少在機身鏡頭裝起來的協調性平衡度 也都做得還蠻不錯的 我比較期待的是 之後出的EM5 Mark III 或是EM1 Mark III 它是一台沒有機身把手的機型 我覺得這樣的機型 會是我更期待的Olympus的相機 畢竟這樣才會有真正的輕便性 還有我稍微回應一下 我最近究竟是換了哪一台相機 最近有在follow我們影片的朋友 你們應該知道 最近很多影片都出現裡控Z6 沒有錯我就是換了裡控Z6 那為什麼一直沒有跟你們說 就是裡控在前陣子發了一個 要更新韌體的消息 就是會新增了眼控對焦的功能 那我一直在等這個更新出來 想說更新出來之後 就可以一起讓你們知道 我到底是換了哪一台相機 順便讓你們知道 眼控對焦在更新前更新後的差別 到目前為止韌體都還沒有出來 不好意思讓你們久等 那目前為止使用起來都還蠻適應的 雖然少了翻轉螢幕 但是它的自動對焦真的是 讓我更能夠去信任 所以現在沒有了翻轉螢幕 我也好像沒有什麼 適應不良的問題產生 然後再來就是在畫質上 也得到了改善 今天的影片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們相機王YouTube頻道 也歡迎把這支影片分享給Z9 考慮購買 我會在你的朋友們參考 記得按一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最新的相機資訊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